其實很多爸爸是都刷卡 回家再結帳這樣 在這個一個月趕快先叫朋友來看 然後大家包個紅包 半獎了半獎 這就是一條怎麼講 所以我現在看到 看來講不規復 等一下 對 不是 哈囉歡迎大家來到土島的頻道 我是HuHuHu 我們今天邀請到我們的來賓是 我們上次演講的時候的主持人 周忠翰 嗨 大家好 上次演講的時候跟你真的聊得很開心 我們其實沒有跟就是聊過這種IVF的事情 然後聊完就發現 其實真的有很多妹妹尬尬不一樣的地方 就是不要覺得說好像同事面 男女都差不多 其實差非常多 你有個簡單的這個介紹嗎 大家好我是周忠翰 目前呢是以為新聞工作者 新聞工作之外就是很關心同事的權益 然後我主持過一屆的同事遊行 那因為要當爸爸了嘛 所以現在也積極參加同家會的工作 然後下一次彩虹拼圈大平台的理事長 開頭也是很 怕很多 因為其實當這些 拼圈單位的這些理事啊 或什麼等等之類 就是有點像花瓶啦 就希望大家可以多認識他們 我是說我是花瓶這樣 然後把這些主持介紹給大家 知道說台灣有這些拼圈的東西 你們很重要 你們沒有 再這麼忙之餘 你為什麼會想要生小孩 可以問你今年大概幾歲嗎 可以啊 我今年38歲 那你什麼時候開始想要生小孩 我發現我好像是從 可能20出頭就想要一個小孩 18年前嗎 所以說你這樣算 我好像不是會想要做一些起算 差不多 因為我就一直覺得說不太可能 我有想說要領養小孩或什麼之類的 但就覺得自己離這個東西很遠 然後大概7、8年前 反正我就認識了同志家庭權益促進會這個主持 我才知道說原來台灣已經有這麼多同志家庭 然後是可以有不同的方式 包含我後來使用的這個代孕的方式 可是你怎麼會說想想 就真的俠定決心說 真的執行的契機是什麼 因為我們真的要執行那一步的時候 都有一個推手 你才願意說 好啦 那我就第一步下去 應該就是我感情算穩定 我覺得其實就是想跟大家一樣 有人生不同的進程 當然現在有很多選擇不要結婚啊 不要生小孩 大家看到的風景不一樣 那也許有個小孩 我們也可以看到不一樣的風景 然後我們也都非常喜歡小孩 所以才決定怎麼做 決定的關鍵點 是因為男同志代孕 是需要非常多錢 決定的關鍵點是 都MAT了嗎 這幾年慢慢的也是有在增長 關鍵點就是有拿到一個補助 美國有一個單位叫Many Happy Babies MHB 然後他們其實有在全球各地 補助想要生孩子的男同志 為什麼不補助 我去講說是MAT開頭 是不是就是因為 其實男同志生小孩的費用比較高 所以說他特別就是有這個機構 特別去補助男生的 我就也好奇啦 那他輔助是全額補還是補男生 當然不可能全額補助 他的補助是分兩部分 一部分是因為 代孕牽涉到很多醫療過程 找軟膜啊 找醫師啊 找機構啊等等 所以你會拿到折扣 Discount 這是一個部分 第二個部分他會給一筆錢 就70到100萬左右 其實後來到現在我們也覺得 因為以五六百萬來講 比例也不是很高 可是聊勝於五嗎 我這次來問 請問你生一胎要花多少錢 500到600萬 你知道我們如果自己生的話 最便宜就是自己生嗎 大概100多 就如果你含要過去啊 要有的費用 但是傳生Baby的話大概70萬 然後我跟你說 差很多 我跟你說 最近我們收到很多粉絲的訊息說 漲價 我們也漲價啦 對 所以就是要跟大家說 很多事情啊 不管是任何消費費 我也當時都是找買找享受 對 我們現在也是跟所有的男生自家長講 因為明年就可能點六七百萬 對 沒有再掛了 我們那時候收到訊息的時候 我們想說怎麼辦 是我們報出去的價格不對嗎 然後想說 是我們害人家被詐騙嗎 看來其實是被漏耶 大概差了 萬塊美金有了 所以現在應該是怎麼放廢的東西 所以你大概多少次被補助 然後多少需要自備啊 大概百分之十 直到二十左右 大概在這裡整口大概二十 這跟買房子一樣耶 超愛的 那你們怎麼cover過來 你們是怎麼辦到的啊 其實很多人也在問我們說 我們怎麼辦到 又買房子 然後又要生小孩啊 然後你們金額又這麼高 你們是怎麼 其實去準備這個生小孩的錢 所以我們都會跟年輕的男同志說 因為他未來生小孩的費用比較高 如果要帶運的話 你就可以先買一個小套房 因為我剛才會說二代嘛 因為房貸利率比較低 然後變一個台金是怎麼大 對對 很實用吧 是因為有大利率有差 對啊 資金的運用很好 一定要這樣 哇 聽完這個費用的部分 我不知道大家後面還有辦法笑話下來 五六六六百萬 哦 接下來就是要問流程 第一步就是要做身體健康檢查 然後就是要捐金嘛 從捐金到把金子 Fedex到美國這個 都可以在台灣完成 你要跟一個醫療機構合作 捐上它那邊之後呢 同時之間你就可以開始找捐卵者 捐卵者有可能有些醫院會自己有 有些是有捐卵機構 所以我們那時候就花了一些時間 那其實你知道嗎 在整個生產的過程當中 有很多人花最多的時間是在找捐卵者 因為它會影響到孩子的基因 你在乎什麼 就是為什麼要找這麼久 就是每個人不一樣 我都有老公討論就是 我們有什麼在乎什麼在乎 但有一些基本的東西 比如說身高體重 健康上面是一定要非常注意的 但因為我們有些朋友 他可能就是家事被子比較鮮赫啊 他的家人就要看額頭啊 耳垂啊 面膠 學歷 真的有人要專門找 微笑的碩博士 那那個你就會時間拉得很長 那我們算是比較短 因為我們就覺得 學歷就是普通 中等以上比較健康 但我們有一個想法 是我們希望一定要有的 就是眼珠跟頭髮是比較深色的 第一次選擇跨種族 是因為我們聽說跨種族的小朋友 他基因比較健康 因為如果我們選一個亞裔的女性 他有可能各種基因 是有創作的 經過比較廣泛的概念 對 然後再來是 如果他經發閉眼的話 又怕他會被歧視 或者是太突出 修衛英不是說他小時候也是因為這樣 我覺得他很漂亮的 然後小時候被霸凌 我也是不能理解 很小朋友不懂這個 霸凌就是會想要去欺負一個 跟自己不一樣的 對啊 我們那時候有特別想要找亞裔的 但是因為我們後來發現 亞裔的選擇比較少 亞裔女性的捐籃者的卵 是比較貴的 為什麼 因為亞裔的捐籃者 捐籃比較少 因為文化的關係 其實還有一個先天的差異 是我自己了解的啦 那醫學上可能要再確認 就是說 比較偏歐美西方女性 他捐的籃一次可以到 二三十顆 亞裔的通常也會比較少 所以亞裔的整體來講 捐的人就少了 量又比較少 所以他整個就是比較珍貴 所以在市場上 他其實是價格是比較高的 會貴很多嗎 但變數太大了 他還包含巡禮 所以如果亞裔 哥倫比亞大學 然後用額頭跟耳垂 都很完美 那這個是不得了 不得了 然後這個外面已經多少錢 那是首買三千 但現在漲價了 我先講我們的價格是三千 就是用冠 兩杯雲飛 總共三千 我沒記錯的話應該是 八千美 因為我們是找捐籃者嘛 所以你不知道他捐的籃會有多少 我剛才講嘛 有可能二三十顆 有可能兩顆 那最後我們的捐籃者是捐了十二顆 可是十二顆裡面能用的會再減少嗎 所以我們最後配胎是有四個 所以等於說 買了這個人就是買斷他這一次療程的全部的捐都好 是 所以他捐四百你還是要付這個錢 或那個卵品質不好你還是要付這個錢 你真的很 充滿盒啊 這是充滿盒的概念 但他前面都會做身體檢查啦 數量都會希望花那麼多錢 我們剛才知道沒有要跟卵母一樣 要不一樣嗎 所以你會先跳卵母 再下一步就是要做卵卵嘛 然後就要精卵結合 就會有配胎 有配胎之後也可以冰著 因為我剛才講嘛 男同照畫的跡比較多嘛 所以有人有配胎之後 就會先去捐錢 同時家庭在做小孩 配胎出來的時候 一定要做檢測 所以我們會知道性別 我們也是 因為我們討論過就是 以等級優先的作為優先考量 那我們基本上沒有懸念 因為他唯一一個A級的就是男生 所以我們就是固定了 如果同等級的話 你們有特別偏好男生或女性 所以我們挑性別啦 本來也是覺得我們兩個男生 比較容易照顧男生 但是有一個朋友他就開導 其實你們生男生女 女生也有爸爸啊 你們要照顧也不是問題 不要擔心什麼青春期什麼 你們有姐妹啊 你們不是故意生活這樣 都不用想太多 有家人有朋友 你總是有同學吧 所以後來我們就決定是看 一樣是那個他的檢測排序 我覺得我先生這方面蠻明智 他就說他可能跨性別啊 你不要你這邊多想好不好 他可能後面都會有他自己的發展 所以他就是覺得 有一個我們決定的順序就好 比如說我們覺得最健康 因為我們最大的希望是孩子健康 其實我們真的都是這樣 希望是健康的 然後有胚胎之後才再去找代孕者 代孕者也是有一個機構 然後也是有點像交友的檔案 但是他的內容就會不太一樣 他裡面就會詳述一些他過去懷孕的歷史 代孕者一定要有生過小孩 所以他會講說 比如說他第一個小孩 第二個小孩 第三個小孩分別是多大 然後生出來多重 是自然產還是婆腹產 然後他在懷孕的時候 有什麼樣特殊的狀況等等之類的 所以他都會把它很清楚的列出來 還有很重要就是 對於代孕的這個想法是什麼 他為什麼想要幫人家代孕 然後就會問很多很細的問題 在一整個表上面 然後他的生活作息啊等等 最關鍵的主要的決策 我覺得決策點就是 到了代孕的時候 跟捐卵者有點不太一樣 到代孕的時候 是對方也要挑我 我們挑他之後 他會收到童子 然後他可以說 喔我不要幫他 因為他們可能因為 所以我因為中小型 不想幫男同志 所以後來我們其實也是經過私訊 我們跟這個懷孕的孕母 也是有私訊 然後聊得很開心 然後他非常的可愛 然後他說 因為他的大學老師就是也是 幫人家代孕 所以他就覺得幫人家代孕 這件事很有趣啊 他就很期待可以幫忙我們什麼的 整個就是一個很活潑的女生 超酷的 他蠻年輕的 他二十出頭 但是他已經有一個女兒了 你很快就會有恢復身材 等於接下來 他是二十四小時幫我們工作的意思 下一步就是 醫療檢查啊 簽約啊 然後他就植入 植入就是開始懷孕 從他植入的那一刻 就像我剛才講 二十四小時幫我們工作 說什麼費用怎麼貴 是他所有的費用 他因為懷孕沒辦法照顧小孩 那我們就要親保姆 沒辦法做家事 把錢人家來打掃 他生活當中沒辦法做的任何事情 我們就要負擔他的這個費用 如果是有些人說什麼聽音樂的胎教啊 做一些緩和的運動啊 對他也有幫助啊 有這個要求 是不是也要花錢讓他們上課 有可能 我們那時候 待遇著他 有點不太願意打疫苗 那我們也是提供一個類似像獎金 然後他就有去打疫苗這樣 還是蠻商業機制在後面啊 真的 那會不會有過多的要求的可能 無理要求 對 感情起來像是說他要怎麼樣 你不就得死 每週都要做一個什麼什麼SPA 每週都要做一個什麼什麼SPA 每週都要做SPA 那裡面都有寫 他可以做 這裡面的東西他都可以做 我們的確有寫到按摩 比如說他按摩的費用上限是到多少 會彈得很細 或者是 我記得是什麼 六公里之內的交通 我們是沒有付的 六公里之外的才有付等等之類的 可怕 我貼到交通去了 我聽完之後真的 其實雙方都覺得可以贏解 如到我現在其實準備要懷孕 我就已經開始在煩惱 說怎麼辦 我之後要是怎麼樣怎麼樣 然後我又要工作 我要什麼什麼 我就已經開始在擔心 所以就是這樣合約其實真的很保障孕 可以保持心情很好的擔憂 站在男性這邊我覺得 好像真的是最快 可是其實如同如果一男一女結婚的話 老公也是會 你不舒服那你就怎麼樣 你沒有辦法打掃 那我們就請人家來打掃 其實這也是 就是很類似的意思 各位老公請體恤一下 人家努力找待遇要花那麼多錢 所以請各位老公真的要 其實最後還是互信關係 因為裡面會講說 他不能喝酒精飲料 那我們又不在美國 我們不能每天派人去監視他 除了金錢之外 他是一個很重要的base之外 他還有一個信任關係在 那他懷孕他真的最辛苦 其實是冒著生命的風險 所以我們基本上還是 他如果有什麼要求 能夠做到的我們都會達成 如果說今天真的有個什麼萬一小孩 如果是先保孕母 那費用都要重新再來過 對 先完合約了 接下來要幹嘛 植入之後就到了孕期 其實在植入那一刻 他就給你一個類似預產期 其實對於同志爸爸來講 有很多東西要做 就是我們大概要估上 什麼時候要去美國接小孩 然後在他之前呢 有一些週可以在 懷孕到六個月的時候 先發一個叫做 就是證明說這個小孩是你的 你拿著這個 孕母出生前 就會通知我們 可能在預產前前一個禮拜 你生出來 他就會把他抱來給你 那就是你的小孩 然後我們就要開始照顧 在他一出生之後 離開就離開了 合約就結束了 那我們有跟他談 就希望他可以給我們母路 那就是另外一個費用 對 好啦 再下來了 你們現在到哪一個階段 就生完嗎 已經接小孩了 欸他沒有護照服了 他會先拿美國的護照 因為他在美國出生 然後他會像外國人一樣入境 然後入境之後 我們再幫他申辦台灣的護照 然後跟台灣的護照 要怎麼樣申辦台灣的護照 是要有基因的就是 嗯 是回來台灣做親子鑑定就可以 就是我們有基因那一方 要跟他做親子鑑定 然後就到護政事務所做 任令 然後再到法院做 任養 然後另外一半在 周養的方式 對 把這個完成 因為你剛說美國文件 聽起來很多都是要等他出生的辦法 因為也包含他本人要照片 一個英格人的照片嘛 對 有什麼文件是可以先做的嗎 比較少就只有那個 出生前判決 那有些週是不可能 就你們要做新很多耶 有前輩的幫忙嗎 前人有把什麼 要買什麼list 還會定期更新 還要買什麼奶水啊 小細節 因為我們多很多很多 對啊 因為你知道包含 就是嬰兒要用的那些 所有全套的 不管是衣服 或是娃娃車還是 你要全部帶過去 對你要帶過去還是你要在當地買 要在當地買 去的時間也都在打那個checklist 然後這個有做到這個 這個有做到這個 然後才回來 我想問一下 前人留下來的資料顯示 嬰兒出生他採買相關的用品 大家要付小錢 我應該要把那個帶來 但是我不太記得 因為這些跟代孕的費用比起來都是小錢 我都用了 我都用了 這個加起來其實也沒那麼小 這個是要讓大家有點流 你不要真的是完全空空的去接小孩 你會回不來 其實很多爸爸是都刷卡 回來再結帳這樣 下這個一個月趕快先 叫朋友來看 然後大家包個紅包 半獎了半獎 這就是一條 怎麼講 所以我現在看到 差點點不規復 等一下 對 不是 帶回台灣了 就這樣結束了 任你手續 周養手續 就是結束就結束了 正常養小孩這樣 Yes 今天真的很謝謝你過來跟我們聊 我很開心 而且我覺得今天聊更多有關你的 因為其實上次的製作都在我們身上 對當然 然後其實雙向的無相交流 因為我們很發現 女同志跟男同志有點就是 世界在上次 對 沒有任何的交流 不會啦 沒有別人誇張 我還是有些女同志朋友好不好 我沒有男同志朋友 但我覺得那種朋友的關係就是 我知道你的意思 就不是像什麼大學同學這樣子 對 從交四七 我交四七好像是這樣 這個有點怪怪 太輕盈 我今天真的非常謝謝你跟我們的交流 然後希望今天分享也可以幫助到 更多的同志這樣子 對 今天影片就到這樓 喜歡的話請按讚訂閱加分享 想說掰掰 大家掰掰 掰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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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零我來看 再喝醉 003 003